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的校室馆里有一个学风档案展 这里面展出了很多珍贵的展品 同时每个展品后面也有很多宝贵的故事 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些展品 以有机会给大家讲一讲这展品之后的每一个故事 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考试的一个故事 可能考试是每个人求学生涯中最害怕的那么一件东西 那么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一张考卷讲起 大家可以看到这三张纸是一次考试的考卷 背面的这些数学符号说实话我可能也难以认清了 但是这试卷的主人却的确是大有来头 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正道 只是这试卷的正面没有什么玄机 背面却有一行小字透露了更多的秘密 大家可以看这是从后面专门踏引出来的背面的一行小字 上面写着李正道5825加和是83 这三个数字都是什么含义呢 这58是这试卷正面的分数总和 而这个考试的比试总共有60分 也就是说李正道先生在这比试里得了一个将近满分的成绩 但是下面这个数字25呢 这实践考试满分是40分 大家算一算 40乘60%是24 也就是说李正道得到这25分 基本上也就是实践刚刚集的个格 所以这次考试的总分是83 后来在采访李正道先生的时候 他专门提到说他大学时代的这次考试给了他很深的影响 尤其是这个实践考试的分数 他之后非常重视实验的学习与实验的操作 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会感兴趣了 究竟是哪样一位教授打这么低的实验操作分呢 他呢就是清华理学院的首任院长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师之师 他的名字叫叶启孙 这叶启孙从教50余年培养出了两个诺贝尔奖 57个院士 而1999年平定的这23个两单已经元勋之中 有10位都是他的学生 我们的学风展里同样找到了一个他当年的笔记 这是他当年像日记一样记录他每天生活的这么一个本子 大家可以看 这上面的小字真的是非常的眷秀 所谓文如其人 叶启孙先生是一位谦谦君子 他的笔记记得这个好看 我也是傻是羡慕 尤其是这上面有一行非常有意味的小字 是这么说的 这是这样一位大师对他的教育理念的一个技术 而他竟是本样这样的理念和这样严谨的教学态度 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清华学子 提到叶启孙老师呢 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 这叶启孙老师在当年担任物理系系主任的时候 发现了物理系的一位工友 他在完成他的本职工作的时候 还非常认真的去学习物理知识 而这位工友的名字呢 叫做严玉昌 叶启孙先生敢于严先生的这份非常认真学习的尽头 就让他当了当时物理系的实验设备管理员 大家可不要觉得这实验设备管理员是个什么好当的差事 他要跟每一个上实验课的老师配合 可能有的时候还要涉及到给同学做演示 是相当有技术含量的一个工作 而严玉昌先生呢 也没有辜负叶启孙老师的这份信任 每天在完成的工作之余 更加刻苦的学习物理知识 我们的展品里呢 收集到了几份计算尺 现规 以及在当时自学无线念的一些小卡片 后来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 在叶启孙老师的推荐之下 严玉昌先生奔赴抗战前线 担任了冀中地区的炸药和手榴弹等相应武器的研制工作 但是在一次围剿过程之中呢 严玉昌先生不幸被捕 在严刑考打之下 依然没有透露出我们的秘密 最后壮烈牺牲了 而我们呢 为了纪念他 也将他的名字刻在了清华英列碑上 今天呢 想给大家讲的故事就这些 清华学霸的故事 其实还有很多 讲不尽也说不完 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之后有机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这学风展展品背后 隐藏着无数精彩的故事